各位,有些突發的事件發生了 大家好,回到這個Pokemon的研究室 今次繼續劇情 現在就面對著色違護主犬 但這隻護主犬其實是訓練家的 是嗎?其實是訓練家的 我剛剛在打的時候就發現 咦?他彈了色違的特效出來 厲害啊 是不是這個作者要弄出來炫耀給玩家看 好 靜電 其實這個色違很漂亮 這個色違有點漂亮 車尼龜沒有血,躺下都可以進化,奇怪 好 原本我打算是打完這部份之後再錄 但突然發現有隻色違的護主犬就給大家看看 OK 好,把這裡的訓練家全部打完了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話,我可能還是會飛著過 這裡 好,還沒辦法打完了 現在就來到競逼之前 應該這兩個都要再打吧 打完吧 這裡就不跳過了 反正就來到劇情位了 OK 沒什麼問題 這個都是二連踢就加點 突襲 竟然有突襲 滿力 這裡一招飛人技 應該要兩下吧 不知為何感覺上 我的攻擊好像很勢力 不知是否對面那些 能力值是 比起一般 一般的版本強 感覺打他好像很勢力 OK 超音福 這些沒什麼問題 雖然他有很多訓練家 但是大部份的訓練家 都是超音福 超音福 毒氣院 然後 小拉達 沒有其他 好 先打個符 好 是不是要打敬敵 咦 哦 不是啊 這是一個佔領劇情 我們只是聊一聊 船上的精靈放在哪裏 你有沒有意見 哦 所以他就不是火紅劇情 即是不是跟勁敵打 然後拿一字斬 這個好像用蜜弓打會痛一點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試一下這招 對了 蜜弓是痛一點的 看得到他的血量呢 蜜弓技能是痛一點 大口腹 完全沒問題 十萬福律 嘩 十萬福律都不死 那這個比加超真的有點弱 哈哈 我高到四 我高到四 都不可以一下打死 那真的有點弱 要不就他們太強 要不我們重太廢 只有一個可能性 嘩 看他打他 已經不太扣血了 嗯 車利龜應該贏到 我猜 奇異草 嘩 這樣都差一點 痴旁攻擊 哈哈 那就糟糕了 痴旁攻擊 奇異草未必頂到 嘩 隨便撞擊 喔 OK 沒有用飛行技就行了 他用飛行技我死定了 嘩 很難打啊 這個幹部 欸 船要沉了 我要離開了 蛤 船要沉 好好地阻止了他們 快點我們離開這艘船 啊 真的會塌啊 那艘船 這麼過癮 我的船維修中了 真的塌了 哈哈 但是沒有這個 沉船的畫面 感覺上 差一點點 如果他有一個沉船的 一個模組 做出來 我會覺得挺興奮 挺開心 可以看到這樣 但可惜他沒有 然後呢 這裡我們現在又不知道去哪裡 正常應該向右走 是吧 右手面已經沒有擋路 那人 這個位置完全跟火龍不一樣 去哪裡 很多訓練家 咦 還有一間屋 看看這間屋 喔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那個通道 分回去 這裡的精靈分佈應該跟火龍一樣 就不特別探索了 這個是什麼 嘩 巴他蝶 這是巴他蝶劇情 這是巴他蝶劇情 等我再跟巴他蝶戰鬥一場 喔 這個就是那個人 嘩 巴他蝶這麼高呢 正常劇情 正常劇情 我們是不是要帶一隻巴他蝶來放山 跟一隻粉紅色的巴他蝶 即是他會離隊 跟這個比比鳥差不多 比比鳥都不是離隊 是小節扔掉他在森林 超級球 咦 中間有隻特別顏色的 中間有隻特別顏色的巴他蝶 這個位置 再見巴他蝶 如果你向外看 你可以看到巴他蝶的交配季節 什麼 原意我可以把你的巴蝶放到野外 你想讓巴他蝶找一個伴侶把他帶來 我可以幫你 啊 挺特別的 是不是真的有得 什麼 這個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劇情 好像挺有趣 好 說起之前有一個小火龍的劇情 就 被人遺棄在上面的森林 這個PC好像是有一個 遺棄他的訓練家在 我看看是不是在這裡 我的巴他蝶可以傳送你 咦 不是啊 啊 這樣 這樣也看到我 好 好 我們今天的劇情去到小火龍我都差不多了 另外我也想試試練一隻巴他蝶 看看他巴他蝶的劇情 是怎樣的樣子 既然他說到這樣我就練一隻 這麼容易撞怪 喇叭牙 應該向右吧 好像在這裡那麼長 這個 這個 是這個 但是PC中心不在這裡 PC中心好像在 這個 我猜應該是這個 我以前有一隻好弱的小火龍 但是最後拋棄了他 沒錯 那又怎樣 就是這個 我們先全放下我們的 鯉魚王 有一件好好的東西 但是沒有人值得擁有 我還以為他是那些什麼 圖鑑的人 好 我們來到這裡 剛好這個場景也是下雨 之前動畫無印片 也是下雨 然後那些小火龍 就擔住那把傘 不是 那個葉 去擋雨 因為他那個小火龍的尾 其實是代表他的生命 他的壽命 你要帶走小火龍嗎 OK 我們這裡可以直接帶走他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擦一個好的性格 他這裡沒有任何劇情 單純都是這樣拿走一隻蟲 爽浪 靈特攻 他是密攻型 但是噴火不行 小火龍 噴火龍怎麼玩 怎麼玩密攻型 OK 好 原來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劇情 今集就先來這裡 等下集回來看看有沒有機會 去到試玩巴塔碟的劇情 今次就來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拜拜 我們下次見